Hello,大家好,这个星期真是大陆也好,国际也好,香港也好 现在真是风云变色,会不会风回路转呢?不知 但是现在大家在中国、美国和香港三个地方之间 注意未来个星期三,即是香港时间差不多星期四了 现在外传就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 就会去到夏威夷大家见面 按现在的气氛来说,两边不是吵得很紧,又说香港问题又说中美贸易等等 这段时候又这样见,究竟到时是碰撞多些,但是大家又会碰撞之中压售多些 这一点是很值得大家关注的 除了这个之外,还要扩阔少少来看问题 最近南韩和北韩是不是又说北韩那里呢? 如果你南韩还敢搞我和你宣战,现在又开始取消了电话联系等等 这个姿态和中美现在的角力又有没有关系呢? 今天要跟大家去听下三十六计里面的维艺救赵 还有很多虚虚实实的内容,所以这一次又是讲国际象棋的 我们不妨可以聚焦一下将会出现的夏威夷的半正式高峰会 我为何说半正式呢?因为这次都大家这样讲 大家都知道那个规格就不很高,不过在中外那个关系上面 这一类的接触往往才是实质性的接触,所以大家是要给多些注意下去 好了,在这个之前是不是另外有一次是由中国的副总理刘鹤和美国财长奴武因呢? 他又是这个一次见面的,大家你会发觉是在过去疫情以来的第一次中美之间的高峰的接触 那次效果怎样?不错,双方都说挺好,有建设性 跟着就是谈到很多实质的问题,虽然后来是出现了一些波动 譬如好像消息有传,中国不买你美国的大豆了,跟着一段时候就不买,其实是继续买的 在这种气氛之下,究竟现在蓬佩奥和杨洁篪的接触究竟会是怎样的呢? 所以中间就很多的变数是大家值得注意的 好了,跟着大家又会想一样东西,首先看看会面的地方在哪里? 会面的地方在夏威夷嘛,你说夏威夷75是美国管的了 而这个地方在中美过去的接触,即使是国力那段期间的接触 夏威夷这个地方这样选择,都有一些不需要明言 但是大家都意会的一个这样的背景 为什么这样?我立刻提起大家的记忆 记不记得有一次江泽民去美国访问? 好,聊到,聊完之后,当时关系是没有现在那么紧张的 后来是不是有一次夏威夷游泳?大家记得的嘛 那次的游泳就建立江泽民的亲民形象了 你看那些人说,中国啊?国家主席啊?那些美国人不是很兴奋的 所谓兴奋就是不是歌功众那种,而是说你这些国家领导人来游泳啊 其实那天的安排,大家那天只看到的新闻就不知道是什么的背景 其实那天安排是一早的,早上早上的,早上安排,为什么呢? 第一,保安比较容易,要不然你下午那么多人在的时候,怎么搞啊? 跟着就是其他那些保镖,全部就是扮作游客,跟着的 而大家如果找一些片,好过瘾的,江泽民当时穿着那条泳裤 真的很多女士,我想就是很羡慕能够有一件这样的泳衣 你有没有发觉江泽民那条泳裤是兜到上去的肚腩是遮住了的? 跟着是修身的,你外面看不到那个肥的那个形象 这条泳裤据说是相当贵的,是用特殊物质做的,不说那么多了 结果当时要去这样做,都是要做一个形象出来,那个形象是怎样呢? 那个形象就是江泽民要亲民,于是就要拍的了 但是当时如果你是由中国自己本身的官方电视台来拍的 得出来的效果会怎样呢?就变成了宣传了,大家就觉得周围望啊 就是由官方出来宣传,结果这套片,第一个是由什么渠道出来? 如果大家记得,这个是由香港的电视台出来的,大家记不记得? 背后那些我不说那么多了,到最后得出的形象,江泽民就好了 所以夏威夷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让人感觉到舒缓压力的地方来的 你说蓬佩奥今次见这个杨洁篪两边在谈,是不是这样考虑呢?我不知道啊 但是很多时候去看这些这样的政治身体语言,很多以前的东西是可以来做参考的 此其一,好,今次大家可以看到双方都很低调,但是你低调又出到来的 消息又出到来的,而且今次美国出来的消息不是很主要的媒体 有些转弯抹角,不是说转弯抹角,相对小一点的媒体 好了,这个渠道这样出来又是代表什么?你见中国基本上是没有讲过 而且人家问到你这件事情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怎么回答呢? 他们就说有消息我们会公布了,他没有否认说将会有个这样的活动 有消息就公布了,这一个行动其实说明了两边各自不同的考虑 以前我们采访很多这类外交生物的时候,两边都会跟我们吹风 其中如果以美国那边来看,他当然成足在空的,现在美国用到这一招去见杨洁篪 成足在空,因为他手头上的牌是比较多的,我稍后会再详细分析 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将这个消息漏出来,从而制造对中国的一个压力 这个是外交牌,这个是一个亮起灯来吸引视线,但是由哪来亮灯呢? 这些来说,我们在新闻界,以前采访这么久,我都经常说,如果官方要保密那些一定可以保密 如果官方觉得有少少可以漏出来,他一定会思考用什么方法 所以这次可以看到,美国那里是成足在空,但是又想制造对中国的一个压力 于是就用这样的方法了,不是由正式官方,我什么时候有个会议,不是这样的 中国那方面,知道你美国,其实就是用中国的说话说,亡我之心不死的了 所以他又要做好准备,他不可以否认,因为如果否认来说,美国你见不见 去到这个位,现在大家看一个态势,中国就出杨洁篪,杨洁篪不是外交部长 他是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委员 或者在党内来说,他是中央外事办公厅那个勇敢的身份 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庞佩奥就是国务卿主管外交的 而中国今次,如果说单单用俄毅这个外交部长的身份,可能未必够振得住 所以大家看,从这点来说,又是大陆重视今次的会议是很直接的 你可以看到,如果按大陆过去经常讲规格,他要贬低你 他直接找一个更低级的人跟你谈,但是中国做不到,没有牙力 你见蓬佩奥,难道你派个副部长去见,不行的,这些来说 真是看看共产党的文化里面,就是欺善怕恶的 这里我稍为叉开一点,讲一下怎样欺善怕恶 就是以前香港的官员上去述职,向中央领导人述职 但是有一次就是陈方安生,政务司司长,司长级 上到去,被钱其心骂完之后,廖辉又部级 都是比陈方安生高的,于是去骂他了 然后还要找一个处长去骂陈方安生,处长低过陈方安生至少两级 司之下到局局之下才到处等等,低你两级,那个人真是开心 骂到陈方安生四万这样的口,出来的时候同样四万,不过四字是调转的 这些就是中国的官场文化,他要贬低你一个人 不用中央领导人出口的,跟着他不可以欺负 或者还可以跟你角力那些人,他只能够抬高自己这方面那个人的位置 以至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刘鹤去美国,那次见到特朗普 当时罗鹤还有一个身份的,是什么,习近平国家主席特事 除了国务院副总理之外,只加个咸头给他的 这些大家从小小蛛丝马跡就可以看到 今次中国重视这个会议远远多过美国的 大家不妨尝试看内容,现在内容未有结果,未有公布 甚至上谈完之后未必有全部的东西漏出来的 只是各自觉得自己有利的那些就会弄出去,是这样的 外交常态来的,那究竟现在出现的情况究竟是怎样 总体我刚才说的态势就是美国强,跟着他希望在这段时候来说 是有所制约,但是制约的力度是怎样才是关键 现在外面传出来的消息,美国已经有制裁名单了 一看这个名单,很厉害,连韩正政治局常委第七号人物 同样是榜上有名,跟着香港官员等等一大杂 大家看这个名单,哇,美国出手了 我一看这个名单,我不知道这个名单真是假 也都不敢讲这个名单出来之后是不是完全落实 看外交的东西大家要看到虚虚实实 好了,刚才讲到韩正为例,我就用韩正为例 我觉得如果这个名单是讲这一类这样的高层领导的话 可以讲这些名单一定是虚或者是华而不实的 华而不实的意思就是他讲了,他不做的 因为为什么,你无需要做,也都做不到 韩正去美国,第一他有没有需要去 这个如果他那个级别一定是国际,或者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接触 难道韩正会那里旅行吗,所以他也没有需要去美国 所以这类这样的制裁名单一定是空的 如果他里面的名单,大家如果详细看,我不知道,因为没有公开 里面如果有一些是官二代、富二代的人,这个可以说是相对有实质性的制裁 但是没有听到,即使制裁林郑,制裁李家超,他们说我们都不需要去美国 如果韩正去到的时候,他用国事活动,副总理去那里 这个已经是中美关系好的时候来,所以大家不需要看他这个制裁 所以好像来得很凶猛,另外又会有消息传出来,就是美国现在制裁中国企业 一直在制裁,华为都在制裁,但是现在说有三千个中国的央企 不是国企,其实中国有没有那么多国企,都不知道 现在央企来说,或者直接控制,大概一千间左右,哪有三千间那么多 所以这些消息传出来,大家不妨可以自己去做对比 即使有名单在美国那里,但是这些名单究竟是不是很关键性的名单 令到中国感觉痛的呢?现在我看下去,因为不知道名单 所以我不敢说会不会痛,但是可以看到,如果美国要制裁的话 一定是两种公司,中国才会感觉痛的,第一个就是权贵 即是太子党,副二代,官二代,以至地方,以至中央委员,他的亲人那些业务 因为如果你说制裁国有企业,真是没意思的,你制裁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钱全是人民,给他的官员拿来玩的,所以你要制裁,它不痛的 但如果你制裁这些官二代、副二代,以至军方的公司 因为又传出来说军方公司都榜上有名,你传出来究竟名单里面有没有,不知道 有多少又不知道,有没有些是军方的知名企业又不知道 我只是想讲出一件事,如果美国真是做这些事,才会令到北京那里 还有那些官员感觉痛的,譬如说大家再看,中国已经有一个100人的 所谓捉的贪官的红名单,不要说黑名单,在这个名单上排第一的是谁 叫杨寿珠,它最多是温州市的副市长那级而已 这一级,在整个白人名单里面,当是最典型了,排第一 现在就送了回大陆了,送完回去,对中美那个经贸有没有影响呢? 没有的,所以现在美国制裁所谓中国的名单究竟有多少实质 我不是说方便便,我只是说让大家看得透些 好了,从此又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八卦周围看新闻 又发觉最近又有另一件事,我刚才说白人红名单里面排第三 那个是谁,是我们这些坏人才看新闻 那个人叫乔建军,乔建军排第三,中国都说我要捉,捉 后来发觉这个人先走了去美国,然后美国都不安全 于是走了去瑞典,去到瑞典隐姓埋名,但是你走到哪里 中国国际那些情报网,他要捉最低限度,你在哪里容易找到 捉不捉到另外一回事,愿不愿意捉另外一回事 好了,乔建军去到那里,中国发现了,于是跟瑞典说了 这个人是我贪过要捉他,瑞典那时候就跟中国关系,因为刘晓波 罗贝尔掌,因为桂民海事件等等,其实关系都不是那么好 跟着就是你要人,两边又没有这个逃犯的引渡条例 你要人我要给,当然不想 好了,这段时候忽然间又传出一个新闻,就是怎样呢? 美国说,这个人是由我这里过去的,我现在还有一些东西要追查这个人 这个你把这个人交给我,死了,两个大佬都要,到最后怎样呢? 出现一个很怪的现象,就是放弃了他,放完他之后不是让他走 放完他之后就是总之,你两边,你们自己,你这么聪明,你走来捉人 这个就是民间演绎下去,但是显示了第三国的政府 即中美以外第三国政府,不想在这些问题上吵 到最后就是瑞典那里,现在乔建军在哪里呢? 已经公开了,早前都不知道的,公开了,原来去了美国 即是怎样?难道美国过去捉?当然不是了,中间用什么方法?不知道 这个外交渠道,当然是瑞典,他同意,人才去了美国 从这些迹象来看,你看看人,即是中国的官员,如果一个一个去了美国 即使他们很见证,我一定不会说到国家积枉,我一定站在中国这边 即使是这样,但你人在了美国,美国说你说了什么,爆口都在别人那里了 所以中国,大家看中国共产党历史里面,很多人被对方敌人捉了 后来他想办法回来,这些人都不会再获得信任的了 因为他怎知道你有没有做臥底,怎知道你有没有出卖 你看看智取威虎山里面的座山雕怎样对联平 这样大家知道的了,不要说太远了,看回这个情况 即是说,美国现在仍然很多牌捏着,但他哪张牌是真哪张牌是假的呢 你真是说不明白,即是说不实,现在中国面对这样的情况,只能够怎样呢 我的预测,我不知道到时会结果怎样了,就是说由这一次的谈判 首先就是中国第四次利用经济,然后去让美国不要捏得那么死,包括在香港问题上 因为现在国安法一来的时候,美国都利益受损的,美国做好准备 将自己的一些资产卖在香港,然后做好各种准备,它不会一下子撤退字 如果是这样,就变成了中国是给利益美国,然后让美国在压中国的问题上 不要压得那么紧,利益会是怎样呢,就是早前已经说大豆会再卖 跟着大陆的美资的资金市场很可能又会开了,我为何说第四次呢 就是在去年整个反送中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出现过这个有几次 美国说要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待遇,又说通过了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跟着又说全国人大去骂香港高等法院的时候,美国站出来不可以影响香港司法独立等等 讲完之后有什么实质行动?没有啊,即是告诉大家 美国是用香港作为一张牌,然后跟大陆打这张牌,而大陆又心虚 又觉得美国真的可以在香港背后做那么多事,实际上不会的 我告诉你,美国是虚访一招而已,那你大陆全部就是心虚 跟着就跌了别人的陷阱,跟着你给好东西的人 美国每次吃完一块肥肉之后,跟着就放下手了 从这点来说,如果继续用这个政策,中国很难去还招 好了,于是这里就出现另外一个我刚才说的南北韩的局势了 最近你看看北韩说,南韩有些脱北者放了气球上去,你这个不友好的 如果是这样,我不跟你沟通,以至开战 他说这些姿态,究竟多少成是真,多少成是假,多少成是硬,多少成是远 我不知道,这个还要看以后发展,不过到这一刻为止 有些现象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如果真是因为放了那些气球 脱北者放了气球而闹到这样的,连年都有的,为什么去年没有,前年没有 以前还在那里放的时候,两韩还关系走近,为什么,现在突然间 因为这件小事,所以大家自己去想,第二个迹象就是 今次北韩那方面站出来讲说话,那个是谁,那个是金正恩的妹 金与正,虽然是第二号人物,但如果两韩关系去到那么紧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金正恩站出来,大家去想想,就是这么简单 这里其实出现了一个现象,以后历史会讲真还是假的 你当我现在是一个观察,你自己判断 凡亲两韩之间的关系,其实背后一定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来的 这个已经很清楚了,从五十年代初的韩战,大家已经看到了 美国支持南韩,大陆支持北韩打了,这种情况即是等于 以前的俄国,即是沙皇时代和日本打仗的时候在中国土地上打 也即是等于六十年代的越战,战场在越南 但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在越南去打,这些状况如果放在今时今日的两韩里面 你看看北韩敢不敢,或者有没有牙力向南韩宣战 从现实上大家看到,不敢的,一定背后有人支持的,支持是谁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从政治上面,我不是讲军事,从政治各方面来说 一定是大陆那方面去支持北韩的,是不是 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究竟支持北韩对中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最直接的可能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维艺救兆了,维艺救兆就是说 由中国态度上支持北韩,然后北韩你和南韩关系恶化 而美国也都支持南韩的,到时候会怎样呢 假如真是两韩发生小规模某些战争的话,你美国知不支持南韩呢 你一支持南韩的时候,你一定分散了对中国,以至中国周边的注意力 这一点你说会不会那么神奇,一支持北韩就把焦点扯了过去 不知道,但是过去我可以说一些事例给大家听 那北韩也都借着这个楼罗的姿态来拿好处的,八十年代北京开始对南韩,未来眼去 又去参加未有邦交国的汉城的亚运会和奥运会,九十年代前期深上台了,跟着中韩建交 北韩一定不开心的,就是这个朝鲜一定不开心的,但中国同样,诶鬼叫我爱大佬啊 当时北韩借着这个势是怎样呢,它知道自己是中国一只棋,于是就希望从中都要拿利益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就是我刚才说过韩国有两个国际有影响力的运动会 亚运会和奥运会,北韩它就说我都要,你要什么呀,我都要举下一个国际性的运动会 那你怎样搞呀,人家是奥运会来的,结果就说我要搞一个世界青年运动会 世界青年运动会,那些去那些是专业算得,我搞一个青年的,于是怎样呢 我既然搞你大哥要支持我,社会主义阵营要支持我,于是北韩伸手了 那问中国拿什么呢,拿两万只牛,拿两万只牛做什么,我们要招待那些运动员的嘉宾 中国想想,拗了头,你一个运动会吃两万只牛,我讲出来大家自己分析 跟着当时就问东欧社会主义兄弟,问他拿什么,我这个物资要,那个物资要 结果呢,其中一个我不记得是捷克还是哪里,大家兄弟一场,我捐给你 结果给了两万,北韩,什么两万呢,旅行袋啊,旅行袋啊 所以这些都是历史来的,只不过是说从这些细节里面看 如果北韩真的敢去打仗的话,它背后一定有很多支援 但中国现在会不会军事上面支援这个北韩呢,大家心中有数了 中国不想有任何的或大或小的战争,如果说是少量的磨擦呢 这个跟战争是很远距离,如果是这样呢,中国也不妨可以借这些东西来说 制造一个牵引的力量,维艺旧照,我刚才讲到为什么今次是由金与正出面 而不是金正恩出面呢,就是因为金正恩他都要留一条渠道 跟特朗普或者美国不知哪个总统赢了,他要留一个缺口 保持回北韩和美国的沟通渠道嘛,你见早前,为什么北韩 金正恩他甚至上说缩开中国,六方会谈没了,那时候一个态势 对我缩开中国,然后直接跟美国对话,于是便有一个核鹅诈出现 现在美国又不骚你了,美国都知道你都是中国一只棋来的 他抢你不过去的,所以不理北韩的时候,北韩又要想想如何跳草裙舞 这些完全是国际的玩法,你看回三十六计里面,你看看 什么时候拿哪个计出来,就知道了,所以我刚才讲过这么多东西 我想中美之间在这段时候都不会因为香港问题而破裂 而香港问题的延续下去,这个就是要看看大陆自己本身 那个理性程度究竟是怎样,还是继续癲下去,所以跟大家讲了这些情况 亦都希望能够大家是扩阔一点去看看现在整个中国美国和香港三个地方 那个互动关系,然后就策划自己的回应方式 好,短短短短讲了很久了,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下,从历史里面 去看回今时今日的动态,重点我放了动态,你看我刚才讲的东西 因为很多是整个不同的点,很多点连起来,你就连到一条线了 然后由一条线里面,你就可以连成几条线变成立体,然后构建了整个图画出来 好,今天不讲这么多了,下次节目时间再跟大家谈过,拜拜 今天大家可以从新闻里面看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中共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的会面出来后就好像没什么消息,但大家记住他们谈了六至七个小时, 而出来如果从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导,它就说双方是有建设性的会面, 长城就没有了,跟着美国又没有什么消息出来, 其实我很早的时候已经讲过,这一类的见面 不会是一种对碰式的会面,因为对碰式也不会在这些场合, 由两国的高级领导人在碰头,而现在最大的可能性是什麽呢? 就是好像去年先后有三次同样出现过这样的局面, 就是美国拿着香港其他问题作一张牌, 就向北京施加压力,跟着北京在整个整体形势, 在真势利道之下就信应美国的某些要求, 包括比如经贸等等,你见刘鹤早前跟美国财长奴欣, 他那个见面或者对话,跟着出来, 双方都在去年进行的贸易协议裡面, 是会有落实的行动的。 这个已经很明显看到, 北京很希望美国不要在香港问题, 或者在政治问题上对中国有大压力, 从而令到美国有更大的经济利益, 以至会不会这样令到特朗普下一次选举有更好的优势呢? 最近美国有一本书刚刚这两天出版的, 就是以前特朗普内阁的一个官员, 他就讲其实特朗普过去有一次见习近平的时候, 言语之间已经是讲了习近平可不可以帮我连任等等。 假如这些信息是属实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美国它也考虑自身的利益的时候, 在香港问题上未必会对北京有很大的压力, 就等于去年先后有三次这类情况, 包括了什麽呢?就是当时美国说香港如果没有民主, 美国就会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待遇, 结果说了之后,北京那时候是有害怕的因素, 结果就给美国利益, 结果这张牌美国用完之后暂缓, 消化完这个肥猪之后又会再打第二张牌, 而那时候刚刚出现了所谓三大事件, 即是中文大学事件,理工大学事件, 和全国人大批评香港高党法院, 三个事件之后, 美国马上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 通过完之后到现在是没有别执行过, 经在上次美国这个行动之后, 马上又给美国经济好处,是吧? 而第三次就是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的时候, 美国又曾经批评过, 到现在大家有理由,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 这次蓬佩奥和梁杰茨的会晤, 又好像重复去年那样, 在国内有一句说话, 它称之为中国是割肉养敌人, 即是养肥了对方, 对方消化完肥猪肉之后, 下一刀又会再斩下来, 反过来最伤的就是香港, 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里面, 它早前讲议程就好, 一、二、三列出来, 就说时间紧逼不会讨论香港国安法, 跟着它那时候还虚访一招, 就是连其他事项这一件事都没有, 我那时候已经讲过, 如果它要推国安法的时候, 它根本就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推, 包括由人大常委有足够的联储, 就可以砰一声专门开个会议, 来讲国安法, 或者由人大会议主席团, 好像现在这类的做法, 或者另外一次独立的会议, 现在大家看到经玩的招数, 就是我好像不出声不出声, 实际上是一种援兵之计, 令到香港有些幻想的人士觉得, 会不会美国有压力呢? 中国就会收制, 跟着有一些建制派, 又帮北京一起骗人, 就是说这个弄了之后, 未必那么快推动的, 九月都不一定通过, 又不是针对立法会选举的, 结果这些就是, 你说助纣为约也好, 怎样也好, 其实就是帮北京骗人, 北京玩这招, 既是令香港人失去大意, 即麻痹大意, 同时它也是向美国驱访一招, 就是怎样呢? 我今次人大开会, 我都不整国安法去做一个议程, 所以蓬佩奥跟杨洁篪谈的时候, 应该大家都理智谈, 不要兼罚农章等等。 现在得出来的结果, 是完全吻合了刚才所讲的那些情况的, 所以大家除了看到这个是虚访一招援兵之计之外, 还有没有发觉今次人大在国安法裡面所讲的内容, 又搬了门? 过去它就说国安法是针对境外敌对势力, 或者外部势力等等。 现在它的重点就讲了下去, 国安法是针对勾结境外势力的人, 它针对的对象已经不同了, 如果从国安法推出来到现在, 大家其实应该很早已经看到它是借外打内的, 所谓借外打内就是表面上是针对外国外部, 现在所谓的境外势力, 境外势力当然自然包括台湾在内, 但是我经常讲它这些只是虚访一招, 主要是对内的, 大家如果有留意国安法针对那四大领域, 第一个是反分裂, 第二个才是反颠覆, 第三个是反恐, 第四个才是反境外势力, 放入第一个是分裂, 大家都知道所谓分裂力量就是在内部, 包括在国内,包括在党内, 这些力量去分裂的政权, 这些叫做分裂, 而颠覆是在它控制的范围以外的, 比如说国外、境外或者是党外, 这个才叫做分裂, 所以到最后才说防外国势力在香港, 外部势力在香港, 大家看到它的焦点是防内, 而不是主要防外, 它现在这次国安法裡面, 改变了一个针对对象, 其实已经很清楚它拿高个土皮给你看, 它就说国安法其实你从条文和执行等等, 它怎样制约到外国人呢? 你说它在香港搞和平演变等等, 它搞在外国搞, 透过香港内因来起作用, 你国安法去打外因你怎样打呢? 所以它现在就很清楚告诉你, 我不是真的打外国, 因为打不了, 于是打跟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勾结的人。 这个即是说, 如果香港又跟境外, 包括台湾, 是大家走在一起的时候, 它同样是会打的。 另外还有更值得注意的一点, 就是它这个所谓的分裂势力, 是不是单单香港呢? 我刚才讲的, 国内它现在是所有不稳定因素都可以为分裂, 例如国内的异见人士, 维权律师, 以至国内去搞社会运动, 或者社会抗争, 其实是民生性事件, 它都可以随时脚顶大帽子, 说你颠覆, 说你分裂, 如果党内又有这些力量, 跟着它同样可以用这个国安法, 如果你在国内的力量利用香港出口转来销, 它同样可以将你这个力量 在国安法裡面去执行打击。 大家如果再留意建制它已经放了一些声气, 如果这些案件是在香港发生的, 不派罪可能是会拿回国内去審。 这一类其实是针对它们眼中的所谓内部的分裂力量, 整个已经很清晰, 我觉得大家不需要有什么幻想, 不要想着对美国, 觉得美国会出手,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它主要是争取到自己的最大利益, 变成了未来情况是困难的, 但是大家是要怎样做呢? 我觉得大家去到这个情况,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思考, 不过由于那个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开展。 所以希望大家拓展文字, 壮大文气,提高文技, 即是提高大家的技巧, 来回应这个时局。